郭富城練足14年做浪琴標國際賽的大使 不知是否做得大使多 成省選馬都蠻好眼光的 早幾天才拉完頭馬 是一種緣分 因為我覺得合眼圓 這隻馬又有些能力 試習的時候 因為失馬的時候 在外地試習的時候 我覺得不錯 我就選了這隻馬 起碼來到香港的時候 暫時來說都是健康康 還有最令我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跑了六場 拿了三個第二、三個第一 我覺得 作為一個馬主 是一個很光明的事 很多人都說是老婆 還有兩個女兒 很好腳踏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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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 最近有全城省想追三寶 還拿了400萬做獎金 鼓勵老婆 其實這些全文全部都是她自己作的 是她自己想作什麼 又說我要給多少錢 我覺得這些完全是很荒謬的事 我覺得結婚不是用錢去賣的 小孩子的出生也不是用錢去賣的 如果用這些 我覺得不知為何他們有這樣的思想 或者怎樣去作一些報道 我覺得在這裏告訴大家 這些完全是作的 我覺得 暫時來說 在我自己和太太自己都有共識 我覺得兩個小孩已經很足夠 暫時不會有什麼 說一定要追兒子 或者怎樣 我覺得暫時沒有這樣的計劃 你家聖誕現在過一個很開心的聖誕 我覺得已經很開心 接下來聖誕節 所以聖誕又想著怎麼過呢 由女女出生 兩個女的出生 做爸爸的 我覺得是 每一年的聖誕都會很特別 每一年的節日都會很特別 因為要看著女女成長 每一年她 每一年或者每一天她都在那裡見班 那當 節日的時間裡 就會多了兩個女女陪自己 和太太一起過 那已經是很不一樣的 還沒有自己家庭的時候 是兩個世界 現在有了自己的家庭 有了太太 有了女女 是另外一個家庭的生活 那我覺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